消息称,国际资本正在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美国无论如何也阻拦不了。 对此,有媒体人指出,中美恐将迎来一场金融决战。 9月14号海外网报道,近日有美媒指出,美国8月通胀率依然处于高位,并未如某些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回落。 对此,美联储或将准备采取新一轮的加息。 一般来讲,加息会促使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然而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情。 据透露,目前不少国际资本正在考虑流向中国市场。 对此,有媒体人和记者指出,中美恐怕会将迎来一场金融决战。 这个结果美媒想不通,我们倒是可以解读。 外资流入中国本来就是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基调,因为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 中国市场广阔非常,潜力也是异常巨大,资本是逐利的, 对于他们而言,目前还有绝大部分潜力未曾显露的中国市场, 无疑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宝地。 对于投资者来说,就是一块上好的肥肉,谁看了不流口水呢? 近期,有消息称,德国政府方面正在考虑和中国搞脱钩, 意图跟随美国。 对于这样的不理性决定,就有德国的官员表示, 中国是德国经济的基石。 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赫伯特迪斯则称, 德国政府严重低估了中国给德国繁荣带来的贡献。 德国汉袍港务集团的高管更是索性说, 不和中国合作,对德国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 所以外资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是完全符合市场规律的情况。 而对于美国而言,在美联储如此加息的情况下, 外资依然选择中国,那就有点意思了。 毕竟,加息这种明摆的是送钱给外资, 它都吸引不来外资,反而让外资跑到了美国恨之入骨的中国那边去, 换谁,谁都不愿意相信呢。 其实,原因也不复杂,截至8月,美国通胀依然处于高位, 要知道美国这一轮通胀从去年5月左右就已经显露苗头了, 随后,通胀率一路高起, 到去年年底达到过去几十年的峰值, 直逼甚至是一度超过9%, 跟着长时间在这个高位徘徊, 直到今天也未能彻底的抚平, 但是要知道在2018年到2019年美国的通胀率仅为2.1%。 今年上半年4月到5月, 考虑到拜登政府迟迟不肯取消对华过高关税挽救通胀, 美联储不得已选择加息, 以牺牲数千亿美元账面资产为代价, 但也只是轻微缓和了通胀情况, 美国政府只好迫使美联储进行多轮的加息, 但是本来通胀就已经促使美元贬值了, 再加上频繁加息更是对美元的稳定性造成了新的冲击, 再者, 持续性的加息也极有可能会引发边际效应, 形成即便加息也无法缓和通胀的局面, 这样一来, 美国通胀将会彻底的陷入政策失效的尴尬处境, 届时美国或许就将重蹈上世纪70年代的覆辙, 从恶性的通胀变成滞涨, 要知道70年代滞涨持续了13年左右, 光有通胀, 经济不见发展, 美国社会一片混乱, 犯罪率高齐, 而在这种情况下, 外资哪怕不考虑利润, 单纯看看美国这个处境, 也会选择别的市场, 选择稳定的中国市场作为最佳的避险地, 而一旦资本大量地持续流入中国, 极有可能会对美国市场构成恐慌, 进一步引发金融市场的动乱, 陷入恶性的循环, 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 金融科技以及服务业, 其中金融对另外两大产业的影响非常大, 一旦美国金融崩盘, 美国经济或将遭受灭顶之灾, 所以现有的外资资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其实已经让美国越打越被动了, 美国必定会想办法阻止这一切, 所以才会有人断言中美恐怕将迎来一场金融决战, 但是以美国现如今的处境来讲, 这显然是近乎自杀之举, 其实解决美国现在的问题很简单, 无非还是取消对华关税, 只要取消在适当地寻求中国帮助, 美国通胀缓和, 它就是时间问题, 届时以美国世界第一的经济体量, 资本回流并非不可能, 但是考虑到现如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指望美国总统拜登做出这样的决定, 只怕比登天还难呢。 据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日本防卫大臣冰田敬一举行了会晤, 五甲大楼明确表示, 美方将考虑使用传统武器以及核潜力来保卫日本, 以便让日本免受任何可能的威胁。 在此次会晤当中, 美日两国防长还谈到了中俄, 特别是中国。 双方认为中国在台海附近的行动以及在日本边界附近的行动是具有侵略性和挑衅性的。 美日防长重申, 美日联盟是印太地区所谓的安全基石。 众所周知, 日本是二战元凶国, 曾经是美国的死对头,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现在如交似漆呢? 说白了, 这也是美国的战略使然。 在美国的战略构想当中, 地缘博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也就是说美国要对全球进行控制, 就需要在全球热点地区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和盟友。 比如说在中东, 美国就有沙特和以色列, 在欧洲, 美国就有英法德等国, 在非洲, 美国就有非洲司令部, 在亚洲, 美国有日韩同盟。 所以美国在全球进行金融殖民, 不需要你在任何一片土地上多动脑筋, 仅通过美元就能搜刮全球的财富和资源。 当然这就离不开这些小跟班, 如果没有这些国家作为自己的辅助, 美国单挑全球那也是不现实的。 日本曾经是美国的挑战者和死对头, 但在日本战败之后, 美国就把日本收编了。 本来美国想要保护日本, 谁也没说什么, 但问题的关键是, 美国为什么要提到中俄两国呢? 为什么要说中国对日本和印太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美国的这种说法和向日本提供核保护又有什么关系? 其实说白了, 美国的潜台词就是, 日本赶紧抛弃和平宪法, 早点扩军备战, 不要担心中国来针对你, 美国会向你提供保护, 不仅提供常规保护, 还会提供核保护。 如此来看, 美国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 无非就是要求日本在台海问题上进一步挑衅中国, 将来如果台海爆发冲突, 日本要冲在最前面, 那么日本不害怕吗? 其实日本内心也是非常害怕的, 毕竟对于日本来讲, 这也是赌国运的一场战争, 因为现在的中国可不是1894年的中国了, 现在的中国GDP全球排名第二,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不管是在核武器还是在常规武器方面, 都算得上是超级军事大国, 所以日本想单挑中国, 踩着中国崛起, 心里还是很害怕的, 美国希望把日本当成炮灰来用, 所以不断鼓励日本赶紧去挑战中国, 于是就有了这一番向日本提供核保护的讲话, 但至于日本信不信, 那就是日本自己的事了。